女人刚打开一盒零食 却被恶心的直干呕 还赶紧把头扭到一边 差点吐出来 但很快 女人又转过头 强人恶心 从盒子里拎出一条长长的东西 缓缓举到眼前 接着便突然张开嘴 把这东西硬生生的塞进口中 煞事间 一股令人作呕的吐心味 直冲脑门 呛得女人连连咳嗽 可她非但没吐出来 反而忍住恶心 开始用力咀嚼 直到胃力翻江倒海 身体再也受不了 如此强烈的折磨 她这才猛地憋住一口气 把嘴里的蚯蚓 全都咽了下去 紧接着 女人重重地靠在椅背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拼命克制住 想要呕吐的生理反应 就算憋到眼泪鼻涕一直流 也不愿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 放在以前 女人就算是饿死 也不敢活吃蚯蚓 可现在出了车祸 车子被困在深山老龄 为了腹中八个月大的孩子 她就算再恶心 也要保证身体的营养供应 然而 孩子却不理解母亲的用心良苦 很快 女人隆起的小腹 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她顿时眼前一黑 全身的肌肉 仿佛触电般紧紧缩在一起 疼得她呼吸困难 想喊都喊不出来 只能从喉咙里 挤出痛苦的身影 等疼痛稍微缓解 女人惊恐地意识到 孩子可能快要出事 她彻底慌了身 不知自己该怎么办 于是拿起对讲机 想呼叫独自去寻找救援的父亲 可喊了半天 对讲机那头都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回应 无奈 女人只能放下对讲机 强迫自己深呼吸 保持镇静 随后又启动车子 打开空调暖风 尽量让身体保持温暖 随着车内温度缓缓上升 女人腹中的剧痛 这才慢慢平息 然而 车子冲下悬崖时 前排玻璃都被撞成粉碎 没一会儿 空调带来的温暖 就被外面寒风吹散 更糟糕的是 由于长时间久坐 导致血液循环不通畅 女人腹部很快便再次传来剧痛 甚至比刚才还要猛烈 她忍不住哀嚎起来 想调整姿势 可车祸发生时 一根粗壮的树枝伸进车内 刺中女人的肩膀 把她牢牢定在座位上 根本无法动弹 随着疼痛越来越强 女人崩溃到打算放弃 可想到腹中的孩子 她心底的母外便战胜理性 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 她一边深呼吸 一边用左手握住 刺进肩膀的树枝 用尽全身力气 硬生生地将树枝给拔了出来 刹时间 伤口血流如注 要是不尽快处理 没等孩子出事 他就会流血过多死亡 可在这深山老林 要想止血又谈何容易 女人四处寻找 结果车里除了散落在地的钓鱼用品 连块干净的纱布也找不到 情况挺接 她来不及细想 赶紧俯下身 从地板上捡起一个大好鱼钩 接着 再用透明的鱼线绑顶 最后微微侧过身子 准备用鱼钩鱼线 把流血不止的伤口直接合上 不料 刚下第一针 女人就忍不住哀嚎起来 粗壮的鱼钩上 带着道刺 每次穿过皮肤 痛苦不亚于最残忍的酷刑 可她并未犹豫 反而加快动作 一边哀嚎着 一边又无情地用鱼钩刺穿皮肤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快速止血 避免影响到腹中的孩子 很快 女人缝好最后一针 她用力咬断鱼线 接着又在伤口系上死结 这才如释重负地摊在座位上 开始思考下一步行动 然而 没懂想出办法 女人只感觉眼皮像是有轻轻柱 失血和剧痛 让她的身体早已到达极限 于是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 打算就这样睡过去 恍惚间 女人突然想到腹中的孩子 顿时惊醒过来 狠狠给了自己几个耳光 努力让脑袋保持清醒 紧接着 她连忙捡起座椅下面的水果刀 砍掉车里交错缠绕的树枝 然后连滚带爬地挪到后座 这才终于舒展她腿脚 为即将出事的孩子做准备 然而 珍重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随着风雪越来越大 车内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五度 在这种环境生产 难度不亚于硬闯鬼门关 可女人别无选择 只能绝望地 等待着命运的审判